过去10年习近平控制全局 安排一个虚伪的总理 事件证明是不行的 中国经济搞成今天这一个局面 跟这个结构是有关系的 就说习近平大权在握 控制全面的权力 把李克强这个总理给架空 李克强作为总理 他没办法协调经济管理的各个部门 习近平安排刘鹤 安排这个安排那个 把李克强的权力全部拿走 没有人协调 没有人协调就各自为政 经济一塌糊涂 那这个局面肯定是不行的 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习近平没有能力 本来呢你拿了权 那你就协调各方 他怎么协调 那协调个屁 他不知道怎么治国 所以这就是中国现在变成这个局面的 核心的原因 就是一个这样的架构 那中共想继续执政 那这个架构再持续下去 肯定难以为继